哈囉大家 今天要來測試一下我自己的配方豆 因為最近在配一個比較好去拉花的一個配方 因為很多朋友都會問說 什麼樣的豆子比較適合他們去使用 Picopresso配上Nanoformer這兩個產品去做拉花 那一般來說我會認為說 只要是比較中深烘焙的豆子就OK了 但是因為我自己蠻喜歡使用 雖然說我店裡有賣的羅布斯塔的產品就只有一個啦 那我其實就想說 反正我手上有這一些的豆子 那我不如來配一個 可以讓大家更好去拉花的一個配方 因為我目前來說 我賣的那一個羅布斯塔的配方 算是淺烘焙的配方 主要是做出一個讓大家對羅布斯塔有改觀的一個產品 那不管嘛 反正我就是想要配一個讓大家好練習拉花的配方 但是我之前有跟大家講過好幾次啦 就是我們在做一個配方的時候 其實有時候需要經過很多次很多次的嘗試 然後還有一點點的是運氣成分在裡面 對那其實我這一兩個月呢 嘗試了很多種的組合 最主要是如果說只是要好拉花的話 當然是有得到很多種的答案 但是我希望的是 我們想要在好拉花的前提之下 又做出一個好喝的一個咖啡配方 就想要一直嘗試 然後釋出一個最好的答案 對因為我個人來說呢 不太喜歡說 我的配方都有只有單一一個功能 我希望有一些人會拿去做拉花覺得好喝 那拿去做可能美式啊 或是手沖也要覺得好喝這樣子 對可是目前來說最主要的難題 還是在蘿布斯塔 它烘深的時候會比較容易出現苦的一個感覺 可是如果你不去把它烘深的話 你去做拉花的對比 感覺又好像不太對 或者是大家做出來會覺得很沒有成就感 對比不漂亮 對那今天剛好有一些豆子是 已經養到差不多了 我今天打算使用肯亞的豆子 對就是肯亞然後烘到大概 中深的程度 就是我們俗稱的Touch耳爆這樣子 那我前一陣子試過 蘿布斯塔放50%的比例的話 我會覺得它的比例太高 做出來的Creamer雖然細緻 但是有點厚 所以我今天想要把它減量到33% 就是三分之一的程度 那我預計使用18公克去做Picopresso 所以我們就是放12公克的肯亞 對 其實一般來說我自己的咖啡豆 都是這樣子去調配 就是 我會先選定幾種豆子 就是我可能會用到的幾種豆子 然後去烘到 我覺得它在配方裡面的表現 會是比較好的一個烘焙度 那之後 我就可以一個一個這樣子 依照不同的比例去調配 對啊 因為我還是比較想說 配方豆就是 每一種豆子 它把它烘到適合的烘焙度之後 再去混合會比較好一點 對 那 其實混烘也不是說不好啦 混烘就是 如果掌握得當的話 混烘是一種 省時間 然後可以降低庫存的一種方法 因為 烘豆機有它的最小烘焙量 那如果說每一台烘豆機 舉例來說 好了 以我自己的來說 我覺得我的烘豆機 最小的烘焙量是 600公克的生豆 那 我如果說 有五種豆子 然後要去做一個配方的豆 我可能就要烘出 3000公克的生豆 那這樣子其實如果在測試配方的話 會是蠻 蠻傷的一個做法 那 不管 反正我們今天就是 已經把各種豆子都分開烘好了 然後就要來測試 我今天使用的是 中烘焙的蘿布斯塔 水洗的 對 所以我想說把它調到3.1 Easy Prezzo K Plus 3.1的刻度 那這個刻度只是參考了 每一支磨豆機的刻度 會些微的不一樣 尤其是我這一支 已經拆過的 我把它拆出來過了 所以刻度跟你的不一樣 是很正常的 那我們現在就把它 磨一磨 其實 用手搖磨豆機啊 磨意識的話 我個人覺得它的 它是不會很費力 只要你是用對磨豆機的話 但是我覺得它最麻煩的一點就是 你手搖磨豆機要磨意識 而且要磨很細嘛 那要轉很多圈 我覺得那個類是在 右手在這邊轉很多圈的類 而不是它必須要出很多力道 所以其實我常常跟大家講 就是如果說你今天是想要 自己一個人喝的話 我當然覺得手搖沒有問題 因為你再怎麼喝你 就是同時間可能就兩杯而已 可是如果你是很多人的話 我建議還是買一台電動的會比較好 好 那我們磨完這邊是18.3公克 我們就來填粉 那既然我的出發點 是要做Picot Preso的一個配方 所以我們測試的時候 就一定都要用Picot Preso 這樣你的那個風味 才不會跟消費者的落差太大 還在喘 那磨細的話 咖啡豆磨細容易結塊 所以這一根針一定要用 這一根Picot Preso附的這一根針 其實我之前有問過代理商啊 他們能不能單獨晉級跟這個針回來賣 我有問 但是他們好像說 原廠那邊齁 現在連各個地區的那個預購 都不一定能夠趕出來 所以目前也還沒有辦法給答案 對啊 台灣這邊是當初 當初我們用比較強硬的手段去 請他出貨 不然應該也是沒有辦法那麼快拿到 好 填壓好了 填壓好之後 之前跟大家講過 至少上面這一圈抹平 上面這一圈要抹平 不然你到時候可能會側漏 然後 如果是空的話 就是第一次沖煮 我個人是不會去預熱這一個 但是我會用比較高的水溫 那第二次如果你連續的話 第二次水溫稍微降個3度沒有關係 可是第一次我通常會用比較高的溫度 我個人是覺得 低溫萃取沒有什麼不好啊 反正你做出來那麼燙 你也不能馬上喝 那與其讓他在那邊高溫的時候等他氧化 那你不如就是 直接讓他低溫的時候就 做出來然後馬上喝就好了 然後關於他的預浸 很多朋友把預浸想得 太久了 就是預浸啊 預沖煮啊 這種行為就是一下子就好 比如說像我們在咖啡機啊 我們通常都是設定個 五六秒的長壓預浸而已 所以很多人說按了10下 在這邊等個10秒20秒 其實是沒有必要的 如果可以的話 我都建議直接按就好了 因為你一開始的加壓 並沒有辦法達到像咖啡機那麼高壓 所以他就有一點接近在長壓預浸啊 除非說你今天用的咖啡粉不夠細啦 用這種方式可以增加一點他的厚實度 不然我還是覺得說 你就繼續壓吧 頂多就前面放慢一點就好了 好 說出來了 稍微噴了一些出去 來喝看看喔 這個一定是拉花是ok的 這個我試過了 那現在是 要來測試他 放個一陣子之後 喝起來會不會順口 水起羅布斯塔中烘焙 加上肯尼亞的深烘焙 中深烘焙 1比2 喔 蠻酸的咧 肯尼亞真的是 做成濃縮都是蠻酸的一款豆子 那整體來說 欸 不會苦了 不會苦了 我覺得重點還是出在羅布斯塔啦 因為羅布斯塔本身就是 它的甜度比較高 或實度比較高 然後 如果硬要去把它烘到很深的話 就很容易苦掉 對 然後肯尼亞的話呢 看狀況 有的肯尼亞也是容易苦 那這一次這個肯尼亞 我有特地稍微控制一下 它的烘焙曲線 所以它比較不會到那麼苦 對 這一次的結果 欸 我還蠻出乎意料的 感覺是差不多了 那 過一陣子可能再把它試看看 有沒有必要放其他的豆子 我目前比較偏好的幾款豆子 是 肯尼亞 辛吉內亞 跟印度的水起 這幾款 但是 印度會稍微有一點苦感 可能 過幾天再試試 加辛吉內亞 跟肯尼亞 跟羅布 這三個去配看看 好 那今天 就這樣 齁 應該沒有很混吧 齁 沒有很混吧 我還是有認真的講咖啡的內容的 好 那我們就 下次見 掰掰